歡迎來到100設計Q&A 新買的吸塵器不知道要放哪裡嗎? 家裡如果沒有儲藏室可以放東西 又擔心家電直接放在外面會破壞眉關 以下整理收納方法與擺放技巧一起看下去吧! 在決定吸塵器的存放位置前 需要先考量兩點喔 是否容易拿去 以及是否好保持衛生 因為吸塵器屬於清潔家電 需要頻繁的拿進拿出 如果放在不好用的地方 可能會造成使用上的麻煩 建議放在靠近清潔頻率高的地方 例如以下的案例 將吸塵器放在客廳電視牆的洞洞板上 作為展示以外 還可以省下需要放入和取出的時間 或是放在靠近浴室的乾區位置 洗完澡就能順便吸頭髮 打掃完也能直接清理集塵盒 動線或使用都非常順手 因為吸塵器普遍體積比較大 需要一定的空間做擺放 還有另一種常見的方法 是放在家中的電箱 梁柱交界處 或是樓梯底下的空間 善用機靈空間讓品效放大 同時用隱藏式櫃體規劃 或是以布料遮蔽去隱藏雜亂感 要加吸塵器的尺寸會因為型號 和用途有所不同 若還不確定購買的機型 建議深度預留在40公分以上 因為還有吸頭 及其他清潔用品等需一起擺放 這樣就可以確保無論尺寸如何 都可以收納進去 有網友反應做了封閉櫃體 每次打開就會有沒臭味 也建議要預留規劃透氣孔散器 或在門片上採用百頁 格柵、鏤空等造型 都能達到輔助通風的效果 同時也能增加櫃體的視覺變化 兼顧實用性與美觀 吸塵器多少會帶有灰塵 如果櫃體有底板的話 時間一長上面就容易機構較難清理 加上大型直立式吸塵器 可能重達10公斤以上 櫃體不做底板就可以直接推進去 省下不少力氣喔 決定吸塵器放置的位置後 再來就要思考如何擺放囉 搭配收納品還能解決空間不足 與外觀不整齊的問題 常見的做法是在櫃體內做東東板收納 搭配掛式收納盒 可以放置其他清潔用品 像以下案例 將櫃體內部分為清潔用品區 與打掃工具區 一目瞭然的劃分方式 在取用時也可以非常適熟喔 吸塵器有很多不同的吸頭 全部擺出來會顯得雜亂 建議只把每天必用的擺出來 不常使用的配件使用收納盒收起來 需要時再拿出來使用 減少空間不足的問題 如果吸塵器是放在電箱附近的話 為了維修時能方便把裡面的物品取出 建議使用現成的多功能吸塵器收納架 有一些還有隔層的設計 去收納各式吸頭 門片的背面也不要浪費喔 搭配掛架收納小型清潔物品 空間就算不到一瓶 也能有海量的收納 影片到這裡就結束啦 希望有幫助正在煩惱吸塵器收納的你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和分享 一版射擊Q&A 下次見囉 掰掰